好了 基努李維 更正 基凸李維 今天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告訴你在這個事情開始之前 我必須要跟你們說 當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的時候 只有一個東西不會背叛你 母體嗎 就是肌肉 宅水電乳清蛋白 喜歡的請訂購 真的很輕耶 你那應該什麼都沒加吧 好啦 師傅言歸正傳啦 我們不是上一集有做PACSA嗎 沒錯 我們之前PPR有跟PVC做過比較嗎 對 可是我們PACSA沒有跟PVC做過比較 今天我們就來做這件事情 不過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大家都先了解一下 PACSA也不是這麼樣的權能 官方就宣稱告訴你說 這個PACSA是不耐紫外線照射的喔 但這個不耐UV要怎麼去證實呢 很簡單 我們就做了一個小小的實驗 我準備一支4尺雙管 兩支T5的紫外線燈管 差不多30公分的距離底下去 瘋狂的照射 我們大概照了多久 我們大概照射3到4天 嗯 好好我們就直接不多說 先來給大家看看 照射4天以後會是準備了一個結果 來看一下 好我們先看PACSA的好了 這支手上的這個管子是E6的管子 這支是紫外線照射3-4天 這支目前照射時間3分鐘 你就會發現 從薯白色變成好像3天沒發射 沒發射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管子 放在那個平台上面照射的時候是不動的 所以它都只有照射到某個面 其它是靠反彈 反射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面上就特別的黃 好接下來我們要走20囉 差異有沒有越來越大來看看 有耶很明顯的差別 當我們這個面積越大的時候 你看起來它的顏色色差是越來越明顯的喔 這個有很明顯的差別好 再來25的size 喔 面積更大更華 因為它紫外線的那個光通量是固定的情況底下 你的面積越大吸收量就越高 對啊師傅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剛剛有特別講說PACSA官方宣稱是 不耐紫外光的 是沒錯 所以相對來說PVC是耐的囉 這該怎麼說起呢 好如果正常PVC下 他們是宣稱可以做戶外的銘管 於是乎呢 我們就準備了PVC六分管 師傅 你沒有拿對 我知道我是故意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好好 很明顯吧 喔嚕嚕 欸這不要誤會喔 這個不是用火烤的喔 這真的是紫外線照射喔 那如果它現在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會變得比較不耐用嗎 或有什麼疑慮嗎 一定會有啊一定會有啊 因為畢竟它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變得比較酥脆 真的嗎 那你來敲敲看 我去拿鐵水 來 你用頭敲啊 我敲 但是這個敲所以要特別小心 這個就是六分的管子 然後沒有曬過的 沒有曬過的 真的有耶 可是它這樣子還是蠻耐衝擊的吧 對 因為我們敲的位置也比較靠近管口 靠近管聲音有時候也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聲音不一樣 好不一樣 但這次我就不知道了 好我們先說好這個我完全沒有辦法預料它會發生什麼狀況 裂啦 這邊已經開始準備要裂了還沒有到完全裂 好PVC的敲我們來敲這個Paxe25 這次沒曬過的 我們先來敲看看 直接扁掉 它直接變形耶 我們來敲一下曬過的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差不多耶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OK 之前我們是不是也有另外提到 那如果說你要去彎管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是用熱風槍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都一樣用PVC的標準 都用火烤的標準 下去烤 看看它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說官方說它不建議火烤 對 好 有弄Q了 好這個時候就可以這樣子烤彎 PVC的彎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烤一隻 沒有曬過20的 然後我現在目測發現它有些變化 這隻管子開始變得有點透明 你看我可以看見你 欸好透喔 可以看見你 冷卻下來之後顏色又會變乳白色 它就變回去了變乳白色 炫炮 但是啊我自己在彎折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沒有好掌控它的這個結構性質 你看它其實很容易扁掉 烤完火了以後 還要烤另外一種火 烤麵包機都出來了 那在烤箱來烤會有個好處啊 就是說我們可以隨著這個時間變化 來看一些細節 它就在溫度很高的時候 它會不會有產生一些不同的一個樣貌 那我們當然就是使用的這個是不可調溫度 它是固定制的 好 4分的水管 然後還有這一隻25的size的管子 好我們來把它放進去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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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變透明了 變成玻璃館了 然後 PVC彎了 彎了彎了彎了 直接內卷了 像烤那個小卷一樣 全都Q起來了 哇裡面那隻要整根變透明了 Oh my 丁了 師傅好了 你的蒜味麵包好了 我先打開大家先離遠一點 應該味道是很重 Oh my goodness 你看它那整個 好脆喔 它已經黏 跟PXA黏在一起了 那它下面PXA一樣是硬的嗎 小心喔 很有彈性 所以它為什麼剛才高溫下它不會塌掉 欸師傅你有發現嗎 你看我們拿出來之後啊 你看它邊邊開始變白了 對對對對對 它是變白 它要回去了 它變硬 PVC回得去嗎 這個 我努力 好我們剛才看完了這一個 烤箱對不對 烤出來這個成果非常的豐碩 現在應該可以摸 所以我們都知道 這個材料的特性是要特別去注意的 但除了這個材料特性以外 還要注意什麼 尺寸 這是我們準備的這個PXA 它是不是有分三 一六二零二五 台灣我們這邊常用到的這個PVC的水管是什麼 四分六分一級 同理得證 四分就等於一六嗎 好實際上會有點差別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這支就是一支四分管 好啊這支就是一支一支一六管 光從這個外尺寸 你就發現會有一個差別 這個差太多了吧 看到了吧 完全不一樣啊 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所謂的PXA一六 這件事情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準備這個油 不要卡死 我們先量一下它的外尺寸 哎呀還真不好意思 它的外尺寸是一六 所以這個PXA說的一六呢 是外尺寸喔 那看我們這個四分的PVC管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尺寸是多少 哎不一樣啊是22 可是因為我們每次看我們的PVC的這個四分的接頭 上面會寫著一六啊 那它講的16mm是哪裡 那我們再來量另外一個尺寸 哇這是內進 所以我們四分管上面寫著16mm講的是內進喔 那PXA這16講的是外進 所以這流通上是不一樣的 你看 可以插進去 所以你在尺寸上的規格上面認定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留意 不要拿錯了 如果說你是希望它也有這個四分管 那其實實際上你要拿到的是這個20 這個選材上面不要弄錯了 不然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好尺寸選對了以後呢 我們待會會截取一個相同的長度的這個PXA跟PVC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者之間的流速 有沒有什麼差別 喂師傅等一下喔 你什麼時候有這個捲尺的啊 開玩笑 這麼好用的東西竟然不知道 不論是在家DIY測量各種長度 或是專業師傅在外工作帳簾 推薦你一定要擁有這套NHR工具盒 因為四男人就要軟中待遇 尼龍材質加上抗彎折塗層 讓你踩踏樑側也不會容易變形 尺寸延伸2米5以上也不會彎折 四男人就要面面絕道 雙面全公分印刷加上日本JIS精度認證 世界最嚴格的尺寸生產標準 正反接殼樑側各種不同狀況都能夠輕鬆應付 底部還有一指集體的功能 更簡單的調整你的樑側長度 四男人 就要一拍子 雙向強尺齒勾 能夠讓你正面板面都能夠牢牢的勾住 還有強尺水瓶齒可以吸附金屬物件 就連圓管都可以唷 每組捲齒及水瓶齒 皆配有特製的NHR LOGO 日本金工高章力鋼工具盒 可堆堆收納 保護工具的同時也展現尊業的品位 數量有限 錯過這一次就沒有了 這套工具盒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準備 有喜歡的朋友參考一下 好我們回來繼續 PVC建置完成 沒錯 受水 預備 GO 快點 好好看 看一下它最大的流量有多少 看有幾米 喔 我還沒全開 你還沒全開嗎 好了開了 每秒多少 26.33 對 哇這個每秒26.33公升喔 好 那我關起來 那在相同的米蘇下呢 我們再來換成我們的Taxe 看一下 會不會有很大的差點 應該沒有 我也這麼覺得 好來看一下最大值 來喔 26.82 差不多 好一個看不出區別性的一個 27啦有到27 有到27 可是我覺得這有點不準吧 對不對 你有一些自然水壓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是會有一點差別 所以孔徑大小才是關鍵 對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噔噔 砸手箭都出來 對對對我們請出老師傅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 XA跟PVC的對決 在一樣的目標跟條件底下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配管的會有什麼差別 把這個等一下就給你弄了哈 好這個PVC的 好我們來檢視一下 這一組跟隔壁這一組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畫了一個長方形 你可以看到轉角這個地方是90度 這個90度的地方就代表它是要用彎頭的零件 除了90度外我要畫了一個弧線 然後寫了一個R 就是一個R角 所以這個地方不可以用零件 這個叫烤彎喔 那來到這個地方以後這邊有一個地方是三通 三通站起來30公分的地方 再做一個三通 這一側 然後做一個球法再搭配一個直龍口 另外這一側呢要烤彎 虎腳 銜接到它對下 變成一個T型在這邊 往上走到這個地方還有一個三通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球法加一個直龍口 做完了以後這邊板上就會有五支歐姆甲 全部把它固定起來 把它這樣會很複雜 你這邊是一個三通耶 這個三通是朝這邊的 這樣子的這樣子的 這邊沒有了 你給它寫出來 好好好 不要先害我 要先害你先害我 好我圖是看得懂了耶 另外一邊呢 我這邊就是做PEX-A 來看看PEX-A跟那個PVC管 在配管上面的差別 什麼是我們的捲子 拉出來很順 不錯啦 好三二一開始 好 好 唉唷喂呀 今天考試還有人會脫波螺絲的耶 脫插人家螺絲喔 對啦 他也是一樣兩隔壁啊 可是他跟隔壁的鄰居應該也沒有厲害關係啊 為什麼要去偷拆他 因為他的鎖壞掉了 沒有零件去拆別人的是不是 對對對 你知道我要 為什麼要換新刀片嗎 為什麼 有一個師傅啊 把我剪刀拿去剪鐵管 誰啊 某某人 某某人喔 某某人喔 我比較慢啊 因為我會等這個硬化的時間 沒那麼快啊 其實他跟你說 其實我會緊張啊 我沒有關係 反正做二望一 你說這個阿爐要貼你的線嘛 知道嗎 對 所以我又要從烤一下 上面那個是不是在做彎頭 三通耶 這邊是三通 這邊過來 這樣不是對接嗎 這邊是個保護部啊 好啊 那做錯了 喔齁 內建彈簧 要不要再看一遍 偷看人家 唉唷 感覺 不一定喔 喔齁 喔齁 搞定 可是我的阿爐做不出來 我的阿爐完敗了 那我問你 阿爐是誰畫的 我畫的 標準嗎 沒有貼線 我又重做了 你沒看到 先看一下良霸的 先看一下老師傅 先看一下模範生的 看看這個 貼線都貼得整整的 該90也沒有偏的啊 也不會太短 角度都整整的 反觀我們來看一下 我妹的 實際上在配這個 Pax A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 會有些問題 那我第一次彎的時候 還會彎失敗 彎到這個 都扁掉了 剛剛在做的時候 我還特地用那個 腳當彈簧在那邊彎彎彎彎彎彎彎 彎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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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沒有辦法貼合在這個 大線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 我們的試壓 我們來看看 DVC跟Pax A 它能不能能夠 承受得了壓力 等10分鐘 我們看10分鐘 就好 師傅你看整個這樣做下來啊 對 你有沒有發現PVC跟Pax A 真的有非常大的落差 有喔 差多了 這讓你驚豔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就是材料特性啦 比如說像Pax A 它本身它沒有辦法 去抗UV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說 在選材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的管徑的大小 一個講的是內徑 一個講的是外徑 這個流量落差 非常的大 配管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PVC跟Pax A 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阿腳要漂亮 真的你還是得靠PVC 不然你剛剛那時候 在配PVC的時候啊 你看楊師傅在那邊 配Pax A 你有什麼感想嗎 其實剛開始看不懂 我知道它是用另外一種材質去配管 它的速度跟效果怎麼樣 我們沒有經歷過也不曉得 如果這個送給你 你會想要用嗎 其實 有年紀了 不會去想用這些 我還是會選擇傳統的做法 可能要重新試一個功夫 對 不過剛才我們也都整個這樣配完 讚壓有沒有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5公斤 經過了真漫長的 將近有18分鐘 它還是一樣5公斤 文風不動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5公斤 沒有掉 你看它還可以轉 厲害了嗎 我覺得它這很酷耶 你可以旋轉然後它沒有掉 你看 那這個今天就是我們在做這個 Pax A跟PVC的一個 應該說對決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是一種材料上的認識 應該是父子之間的對決吧 不會不會 坦白說今天這個比賽當然也沒有那麼客觀 因為師傅這邊用Pax A的時間也不夠長 兩爸這邊剛好有些地方 師傅也沒有把它畫清楚又重做 對 我覺得只是分享這個過程 讓大家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而且讓大家看造圖施工的時候 你會面臨什麼挑戰 你會面臨什麼困難 還是這過程當中有什麼好處 誰的優劣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宅水電的內容 是吧 那如果對於我們這個Pax A跟PVC的對抗賽 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或者你有相關的經驗 都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繼續隨時收看 YOUTUBE阿讚成天 掰掰 掰掰 除了那天的實驗以外 還有東西沒測試 聽說它可以在冷凍低溫的情況底下 也可以耐得住 好我們來看一下 耐不耐得住低溫 喔冷凍庫 這冰幾天啊師傅 這個冰了三天 足足三天的冷凍庫 足足三天 對對對 我們來敲一下 零下十幾二十度 還是一樣保有彈性 不過是這樣嗎 但沒有我們來看一下PVC會怎麼樣 喔還有PVC 上面真的有一層霜欸 冰啊 超酷 結冰啊 好來喔 來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東西不能用在天寒地動的地方 直接吹咕咕 一敲就裂開 っていう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說啥